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504章 封灵符 晚上的时候 他静静地跟老婆说了这件事 但是想不到他一出声 老婆又跟他说了很多他匪夷所思的事 原来的儿子趁前师傅上班的时候 在家里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 而且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说话 每次前师傅的老婆过去的时候 儿子就不出声 可能前师傅年纪比较大 他曾经听过一个长辈说 这个世界上有些小孩很特别 他们一出生就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跟那些东西对话 老一辈人叫这种小孩通灵人 他心想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就是通灵人呢 于是第二天他就去找那个亲戚 把儿子的事告诉他 亲戚一听就觉得那个小孩肯定是通灵人 那怎么办呢 那后来的亲戚就带着前师傅去找个高人 听说这个高人的道术很高深 对通灵人就很有符合的 去到高人那时候 他们才知道 哎呀死火了 那个高人死了 而那个高人也没有将他的道法传给子女 不过他的子女 就给了个木盒给前师傅 这个木盒是他们爸爸留下的 就据说这些扶禄 是可以镇压着通灵人的成长 当然这个成长就不是身体上的成长 而是通灵方向的成长 通灵人若然没有高手出手救的话 随着年纪的增大 就会越来越通灵 甚至去到后来 就会变得跟那些东西一模一样 不可以见光 人不人鬼不鬼 这个木盒放着的就是一些扶禄 根据他们的子女说 这些扶禄是他们爸爸留下的 里面一张扶禄可以镇压通灵人三年 但是都只是压制住的 就没办法彻底解决问题的 治标不治本 不过 盒里面的扶禄只有三张 前师傅虽然觉得有些遗憾 但是比没有好 于是就拿了准备好的几万元 给高人的子女 不过那些子女就拒绝了 因为他们说 爸爸临走之前交代 盒里面的扶禄如果有人上门头 就送给他们 他在生的时候找够了 送给他们算是为后代积德 就不能收钱 于是前师傅就带着你三张扶禄回家 按照那些子女交代的使用方法 将儿子身上的一滴血滴在扶禄上面 然后再将扶禄塞入挖空的佛珠里面 带在儿子身上 这样就可以保证儿子三年没事了 也就是 自从儿子带着这串佛珠之后 他就再也不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了 个人也开朗了 慢慢变成合群 只不过 前师傅一想起 只有三张扶禄 怎么算好呢 九年之后 又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 在这九年间 他经常去拜访一些有名气的高人 只不过 这些所谓的高人 当然加个商人好 一不就滚油 一不就道行未够 就没办法解决通灵人的问题 眼看着就快九年时间到了 他越来越心急 原本这次听说 光孝子举办水鹿法会 他打算带儿子去参加 去问那些法师有没有办法 但是 就在那阵张华来找他 就说要吊黑一批古典展柜 前师傅是厂里面手工最好的雕刻师 就被叫到去看看设计图和股价 当他看到最后一张设计图的时候 他就取消了去参加水鹿法会的打算 因为那张设计图 和放着三张扶禄木盒上面的花纹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他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聚灵阵 他觉得既然画这张设计图的人 可以画到和木盒一模一样的花纹出来 那可能那个人也是个高人 说不定可以搞得碰儿子的问题 好了 前师傅要说的事说完 秦语听了之后 面色变得很凝重 他大概都知道 那个高人留下的是什么扶禄 应该是四级封灵符 封灵符不是封住阴灵 而是封住宿主和一切灵体的交流 即是好像一个龙一样 只不过里面困住的是宿主自己 另外封灵符也不是简单的封住 和阴灵之间的联系那么简单 用了封灵符的人 他们的情绪会变得很硬巴巴 对外界的变化反应也会比普通人慢 就是一般春天的时候 普通人看到天上面那些小鳥 吱吱吱吱的叫 可以感受到小鳥的喜悦 知道春天来了 但是用了封灵符的人 他见的所有东西都是死的 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变化 所以跟这些人去看电影都挺闷的 又不会哭又不会笑 封灵符实际上就是利弊相传的双面符符 有些像是药 虽然可以医病 但是繁药三分毒 吃得多的话 难免会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通灵人出现的原因会有很多 但找不到通灵人形成的原因是很难彻底解决的 至于封灵符是可以画出来 只不过用这种方式 其实就等于毁了一个小孩的未来 封灵说 前师傅 这里来你家有多远 方便的话 不如带我过去看看你的儿子 方便 很方便 就是住没多远 我们现在过去 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出了办公室 张华看到他们走了 奇怪 前师傅以前很假扮 但是现在 就搬弓着腰 向自己的表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反而自己的表弟 啊哈哈哈哈走出来 心安理得 张华说 小月 我去哪里 去前师傅家 我去他家做什么 喂 你怎么搞得碰他 喂小狗 快点回来 原来小狗 见到家具就开心了 在家具那里转来转去 玩得很happy 听到秦宇叫他 他喊一声 很快就回来他身边 一跳跳到他手掌心那里 那对眼睛碌碌 似乎还意犹未尽似 几个人很快就来到前师傅的小区了 这幅小区呢 又回到一段历史了 不少的单元楼 他们的粉墙都已经开始咒摘 并且脱漆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小区大部分的人呢 前师傅都是认识的 街坊街里 很多人就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 也有不少小孩在追逐打骂 前师傅住的屋是一厅三房的 屋里面的装修都很老土下的了 梳化都开始有些残疚了 前师傅一进来就说 花蓉 花蓉 浸茶给秦师傅 还有几位客人啊 不用了不用了 前师傅 你带我去见一下你的儿子 因为他过来这里不是为了喝茶的 先搞了圣经事先 前师傅说 好好好 秦师傅 你跟我来吧 前师傅的老婆叫做花蓉 他就拼了头 老公带个年轻人回来做什么呢 刚才听到他 叫对方秦师傅 秦师傅是不是斗木的 整櫃的 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前师傅呢 就带着秦宇去到最中间的房间 只见门口上面 贴着一张符绿 秦宇皱了皱明 但是没有开声说话 前师傅说 这张符绿 是我从高人那里求回来的 都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 贴着好过不贴 然后他们进去了 那究竟 进去之后 他们会见到什么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 九灯和线 由陈嘉琪播讲 第五百零五章 酸瓜 至见门口上面 贴着一张符绿 秦宇皱了皱明 但是没有开声说话 前师傅说 这张符绿 是我从高人那里求回来的 都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 贴着好过不贴了 前师傅 秦宇轻了下头 前师傅看到这样就说 秦师傅 怎样 会把东西有问题 其实 符绿和约是同一个道理 不是越多越好 没有对症下约的话 约吃得多了 反而会有副作用 你门口贴着的符绿 是金边照说服 主要作用是打扰的 和你儿子身上发生的事 一点离开都没有 没用的 反而会有弊端 好了 没用小知识时间又来了 任何一张符绿 都是有自己的瓷场的 金边照说 是北方 真母祖师 元天上帝 座下的一个大说 一般这张符绿 是用来打扰行怪 不过是属于低级符绿 斗口马税 金边照税 也是这样用的 前师傅家里 没有妖怪可打 打什么 打蟑螂 所以这些符绿 等于没有用 但是符绿的瓷场 就一直在 这道符 属于攻击符 瓷场当中有煞气 长期贴在门口 对他们一家人都有影响 很多人都以为 符绿贴了就好过没有 加上平时也不去了解符绿 属于病急乱投医 所以往往就会犯了符绿里面的忌位 秦于推开门 看了一刻里面 只见 有个男子在书桌前面做功课 听到敲门声了 才停下笔 这个小孩跟普通小孩的样子差不多 秦于特意留意了一下他的眼 这个时候 前师傅说 多多 过来 但是秦于就伸手拦住他 他说 多多 你正在做功课 多多 看了他一眼 摸了摸头 但是没有出声 秦于说 叔叔可不可以过来 看看你做什么作业 然后他走过去 拿起多多的作业簿 只见上面的字迹 歪歪斜斜 但是 在秦于眼中 字迹上面 就有一丝丝的黑烟在发动 他心想 果然是通灵手 突然 他右手一触 抓住多多的右手 全身念力运转 一触光 就由他掌心出现 直接覆盖在多多的手上 前师傅 前师傅见到 嘩! 这么厉害的 手很发光 他嚇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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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就倒在床边暈了 前师傅说 多多 秦于说 前师傅你放心 多多没事 我只是等他睡着 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真正睡过好觉 他辛苦了 前师傅听到这番说话之后 再望回多多 果然 加上他的儿子 就躲在床上 做得很均匀 最重要的是 他是第一次 看到多多睡着 也还有笑容 这么多年 多多睡觉 都在面上 有的时候 他去家长会 老师都会问他 是不是在家里 有虐待过孩子 而不是 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没有见 多多笑过 他又整天目口目面 所以 看到儿子 那 錢師傅也有點開心 剛才他叫了一聲 張華幾個人就衝進來了 他說 修緣 發生什麼事 張華的老婆見到兒子躺在床上 打算衝過來搖醒他 但是錢師傅就攔著他 多多 睡著了 沒事的 沒事的 整班人就出房了 修緣順手把門口的符綠撕下來 錢師傅的老婆見到他這樣做 想著開聲說 但是錢師傅給了個眼神 使他閉嘴 他們坐下來之後 修緣說 錢師傅 接下來 有幾個問題我想問你 我希望你照直跟我說 因為關係到 你兒子的事是不是可以順利解決 錢師傅 你放心吧 你儘管問吧 我一定不會隱瞞的 當時錢師傅 你在什麼地方那裡做過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 把詳細地址告訴我 秦宇第一個問題 但就問到錢師傅都吵了 他整個臉都紅了 但是他老婆還未明白究竟問什麼 錢師傅說 是在白雲山那裡 靠南邊有一片亂臨 好 那你們兩夫妻從白雲山下來之後 一個月之內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古怪的事 你認真地想想 古怪的事 好像都很正常 沒有什麼古怪 那麼 嗯 錢師傅你這裡有沒有銅錢 有 我們 有很多銅錢的 秦師傅要的話 我就去拿 好 最好跟我拿三個不一樣的古銅錢過來 我要沾一沾掛 看看可不可以推算出 多多成為通靈人的原因 現在按照秦宇推測 他之所以變成通靈人 最有可能就是 當初錢師傅兩夫妻 在白雲山野外搞事 所以就惹了些不乾淨的東西過來 陰靈就喜歡陰的 但是不代表他們不喜歡羊 有時候 他們其實最喜歡的還是羊氣 如果不是 都不會有那麼多妖精鬼怪 吸收人羊氣的故事 野戰雖然刺激 但是很多情侶夫妻就不知道 荒山野嶺很容易就會惹了些不乾淨的東西回來 尤其是當男人精關大開的時候 那股羊圓可以吸引附近十里的陰靈過來 若然剛好遇到一些飢渴的陰靈 就會隨著羊圓進入女人的身體 那女人懷孕之後就會形成鬼胎 所以也是 野戰雖好風險很大 所以想避免的話可以怎樣做呢 一來就盡量少搞一些在外面 而這些陰靈入體之後 在母體成胎的時候 一個月的時間會有一些徵兆 例如說發惡夢 身體很不舒服 虛弱 這些都是鬼胎的徵兆 但是 錢師傅兩夫妻說沒有任何徵兆 莫非秦宇猜錯了 多多成為通靈人和野戰無關 很快 他拿了三個銅錢過來 一看 原來是清朝三個不同皇帝年間的銅錢 拿了銅錢之後 秦宇又叫錢師傅寫下多多的生神八字 然後將梳化前面的茶几上面其他東西全部清走 接著 他做了一個起掛的手勢 這個是九宮翻掛的手勢來的 亦都是早前鮑師傅教秦宇的 九宮翻掛呢 就沒有那麼多繁瑣的起手動作 只需要將心裡面推算的東西 跟尖掛對象的生神八字結合起來就可以了 只見秦宇雙手合十 將三枚銅錢放在手掌心 然後將雙手的手掌貼在茶几上面 默念著多多的生神八字和通靈人三個字 過了一陣 他眼神一扁 雙腸分開 那三個銅錢彈了幾下 最後成三財方位落在茶几上面 見到這三枚銅錢的位置 秦宇面色都變了 他拿起其中一枚銅錢 放在天柱星的位置 然後就一直滑著一個銅錢去到死門的位置 並且心記住這個銅錢滑了幾多次 由瓜帳上來看 多多之所以會成為通靈人 確實是和白雲山有關 瓜在乾位 乾主日 而且銅錢落在乾位上面一些地方 就是日字出頭 即是白雲山的白字 那接下來 另外一個銅錢呢 才令到秦宇面色變得這麼凝重 那個銅錢 對應的是九宮入面的三宮 林天睿加死門 乃是極空之局 再想起 那三張封鈴符九年時間即將結束了 因為這九年的封印 已經令到多多通靈的程度 去到一個很恐怖的累積 一旦封印解除 將直接變成鬼人 再都沒有生氣了 那秦宇又會怎麼做呢 他會不會說 不好意思我搞不定我先走了 當然不會 他會怎麼做 好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歡迎你收聽 由喜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九燈和善 由陳家綺播講 第五百零六章 缺少常識的巡語 再想起 那三張封鈴符 九年時間即將結束了 因為這九年的封印 已經令到多多通靈的程度 去到一個很恐怖的累積 一旦封印解除 將直接變成鬼人 再都沒有生氣了 錢師傅說 陳師傅 那即是怎樣 他很怕陳語又說無能為力 陳語說 尖掛我不是那麼聰明 他心想 若然比穿是包師府來的話 應該可以看得出 開講也說 十年風水二十年算掛 算掛是難過風水多多聲的 對了 突然想起 自己看不出來 不如把掛像告訴包師府知道 叫包師府測算一下吧 想到這點 他站起來 一個人走到窗邊打電話 電話很快接通 又聽到包師府的聲音 他們兩個寒暈了一下之後 陳語就把多多的情況告訴包師府 包師府聽完之後 他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說他現在馬上乘飛機飛過來廣州 收了線 陳語就覺得奇怪了 聽包師府的語氣好像不太對勁 好像撿到寶似的 什麼都不說 收了線就買機票 陳語坐下來 看到錢師府誠懇的眼神 他說 錢師府你放心 我有位長輩 聽說多多的情況之後 決定馬上趕過來 以他的本事 應該可以解決多多身上的問題 好 陳師傅的長輩過來就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陳師傅 有你和你的長輩一起 那麼多多的問題應該可以搞定了 是吧 陳語笑了一笑心想 唉 陳師傅剛剛的表現 應該是看不起自己的了 覺得我年輕 姜仲是老的辣 所以有個長輩過來 陳師傅的心肯定就會比較定 好 到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包師傅就下機了 陳語親自去接他 除了包師傅之外 他的大弟子宋遠華也來了 兩個人穿著中山裝 很引人注目 包師傅和陳語見面之後 直接就問多多的問題 上過車之後 包師傅說 真是天有我們天極滿 陳語看著包師傅這麼激動 就一頭沒水了 不僅是他 宋遠華也是一樣 他是被包師傅臨時一個電話叫過來 甚至來廣州做些什麼他也不知道 只是叫他帶張身份證去機場 自己師傅很少可以這麼激動 師傅平時教諾 遇到大事的時候要靜心 像嘉燕姐一樣要靜心 而且這麼多年來 他們很少見到師傅有什麼情緒激動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師傅可能已經去到心如止水的地步 不過今天看又不是 看來包師傅之前遇到的事 之所以可以令到他靜心 就是那件事不夠大 而現在包師傅 他情緒很激動 他很心急 很想快點見到那個叫做錢多多的男生 好了 話這麼快他們又來到錢師傅的家 錢師傅兩夫夫 第一眼看到包師傅的時候 就覺得救星到了 包師傅這樣的年紀 加上他的樣子是世外高人的 令到他們兩夫妻的心定了 秦宇說 錢師傅 這位就是包師傅了 這位是我的師兄 哈 兩位師傅好啊 哎 不用這麼嚇唬了 你的小孩在哪裡啊 是 在房間裡面啊 好 帶我去見他 然後 他們就進了房 包師傅 看到睡在床上的多多 他臉輕微地抽搐了一下 他看了幾眼 就離開了房間 錢師傅就拋了頭 為什麼他不去檢查一下自己兒子的身體呢 秦宇把包師傅請到沙發那裡 置了一下茶几上面的掛像 他說 包師兄 這個就是我尖的九宮翻掛 但是掛像好像有點奇怪 你看一下 包師傅聽完就望向茶几 望了一下 他突然間就笑出來 周年隔離的宋婉懷 也都臉色古怪地望著自己的師叔 包師傅說 哈哈 秦師弟啊 你這掛佔錯了 佔錯了? 不是啊 我是用九宮翻掛的起手的 用三財銅前瞻的 哪裡有錯啊? 哈哈 秦師弟 我們上司界有個這樣的說話的 九宮算盡天下事 八字測完世間人 就不是說你起掛錯 而是你這個掛呢 用錯地方了 你幫個小孩尖掛的時候呢 既測了八字 又用了九宮 所以計出來的東西 既有人 又有事 九宮翻掛 啊 就算再厲害 都不可能可以說個答案你知 所以你測出來的掛像 才會這麼奇怪呢? 整個四筆像 那樣的 哦 原來是這樣 怪不知我解不出來 原來是太複雜 那又是 想用一掛就計出多多的八字 以及為什麼會成為通靈人 掛像不亂之奇 其實這些 都是上司界一些很基礎的道理 只要做過幾年上司就肯定知道 但是秦宇接觸玄學才是半年的時間 而且更多的是跟風水打交道 算卦這方面 了解的實在不多 搞到他第一次算卦就搞了個笑話出來 包師傅說 秦師弟就第一次算卦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的 軟懷啊 在這裡 你到時 給幾本掛經給你秦師叔啊 秦宇就聽到流汗了 哎呀 這次真是丟架了 連算卦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 包師傅 將桌面的三個銅錢拿起放在一邊 他說 你是錢師傅啊 你兒子的問題 我很清楚了 我有辦法解決的 但是 我有一個請求 希望錢師傅 你可以答應 嗯 嗯 我這個請求可能會有點唐突 但是 這個是唯一可以解決 你兒子通靈人問題的方法 錢師傅兩公婆面色變得很緊張 看來不是要錢那麼簡單啊 包師傅說 我想將你們的兒子 收入門下 作為我的關門弟子 呃 包師傅這句說話很認真 一說完 全場靜曬 最驚訝的不是錢師傅他們兩公婆 而是秦宇和宋遠華 包師傅已經有四個徒弟了 最小的那個都跟了他十幾年 去到移養天年的年紀 為什麼還會想收徒弟呢 而宋遠華就更加奇怪了 他知道他師傅實際上 就不再收徒弟的了 這麼多年來 有很多同行送弟子上門 想拜他為師的 但是師傅都say no 甚至來的人多了 師傅就說 已經收了最後的關門弟子 再都不收徒弟了 那為什麼包師傅 又會收這個小孩做關門弟子呢 錢師傅都說了 而他老婆更加是不願意 自己這麼難得才有個兒子 就要被老人家帶走 誰肯呢 錢師傅說 包師傅說 我們家裡呢 只有這顆兒子 還要全宗接待 如果成為你關門弟子 那以後 放心啦 我們這一派 又不是說不讓結婚娶老婆的 跟普通人沒有分別的 沒有這麼多忠忌的事 而且我跟你們說 你兒子的問題要真正解決的話 也都只能夠加入我們下 才可以徹底解決通靈人的問題 除了收集我們的術法之外 就再木他法 秦宇笑了笑心想 啊 想不到終有一天 包師傅都會想化人吧 究竟多多身上有什麼秘密 可以令到包師傅都亂說廿四呢 那我們就留下期繼續說